各位神师师,大夫丁收愣严经第六卷,就是文殊菩萨选元通啊,前面二十四位逐卷去了,现在是选观世菩萨的儿等元通。 我定白世尊,佛出苏婆界,此方真教题,清定在英文,欲取三摩提,此以文中楼。 我,文殊菩萨自身,我现在明白于释迦牟尼佛,佛出苏婆界,佛就是指释迦牟尼佛,释迦牟尼佛是处在苏婆世界修行成佛的。 既然如此,那么这个地方,就应当于苏婆世界的众生更新了,来做标准。 所以说,此方真教题,清定在英文,此方,就是苏婆世界。 此苏婆世界的地方,真正可以做众生修学佛法的教题, 就是以耳根的文的功用为第一。 清定是由此可以断烦恼、了生死,恢复到原本的清定之心。 那么就要从耳根入流忘所,从这个地方下手。 想要求证三脉,三摩提就是三脉,想要取证三摩提,求证三脉就是原通。 此以文中如,此时再战,要从耳根文性这方面来下功夫啊,才能够震入三脉。 那么,这是说明苏婆世界的众生,耳根最厉害。 那么,尤其佛在世的时候的说法,那个时候还没有用文字记起来, 纵然有,分量也很少。 那么,差不多都是从耳根文法呀,由此体悟佛法。 所以,在佛在世的时候,学佛的人呢,文法都是口传。 用嘴巴讲出来,由这个法音呢,传到耳根,听到之后,了解佛法了,由此正如。 修行,也就是靠这个方法,那么文过之后,才能修学。 所以,以文呢,为这个说法世界的教题最重要的一种。 那么,除掉文之外,用心去思维,从法尘,用心去思维,一根法尘,也可以做这个教题。 但是,这是要文法以后,才能够做到。 不文法,自己怎么能够思维的,思维的说这个法语啊? 所以,就是异地的思维,能够修学佛法,修观,也要从文而代入。 到了佛入面以后,由佛经流传在世间, 如果靠自己眼根去看经,由此能够依法修行而成就, 那也可以把这个摄成为教题,由眼根看经,可以侮辱。 那么,这是在佛灭度以后,由看经,学教,然后由此修行正如。 他方世界,那就不一定了,也可以在相,畏,处,三种法的方式, 从笔根,从舌根,从身根,而代物入,那是他方世界的事。 现在我们专说,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从耳根入门, 所以,此方真教题听定在英文, 那么,想要求证三脉,必定要从耳根文法而入手。 所以,时以文中如。 上次讲到这里,接下来,因为这里二十五元通,就是观世音摩沙,他听证着。 那么,因此这里赞叹观世音摩沙的,这个耳根元通的修法, 至其为妙。 所以,经文接下来,赞叹观世音摩沙说, 离苦的血脱,良在观世音, 以横沙解忠,若围成佛国, 得大自在力,无畏是众生。 真正离去九法界的一切,所有的生死苦, 就是分断生死亦,变异生死, 这个苦统统能够离去, 得到究竟佛国的解脱, 那就是观世音摩沙的法门, 耳根元通, 良在观世音, 就是赞叹, 良就是好, 观世音摩沙的耳根法门实在太好了, 所以成为两栽观世音, 而观世音摩沙他在无量接来, 恒火杀术节中, 在死方世界, 围成数那么多的佛国, 围成佛国, 显示死方世界的佛国, 佛出现时间动化众生的因缘很多, 而观世音摩沙就在这些无量世界, 无量佛的这个环境中, 他做自行化他的事业, 自行成就了之后, 他的大自在力, 大自在, 就是他能够在树穷三级横变死方的境界里面, 能够如法自在, 如前文所说的, 稍微三思而易, 十四无畏, 四不四义, 这些都是观世音摩沙的自由自在, 所表现出来的, 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功德, 尤其使众生利益十四无畏的不畏, 这套大无畏的功德, 所以无畏是众生, 所以观世音摩沙也叫做四无畏者, 这在前面十四无畏当中, 说得很清楚了, 接下来几句话, 赞叹观世音摩沙, 妙音, 观世音, 范音, 海潮音, 旧是西安林, 初始或长度, 妙音, 妙是微妙, 这是赞大观世音摩沙的现身说法, 三十二日, 现身说法的微妙, 说法不会有所停止, 自由自在, 应于喉生的度, 即现喉生说法, 这是妙音, 观世音是赞叹菩萨, 他能够勋生就苦啊, 就是赞叹他的十四无畏的功能, 他能够寻生就苦, 众生凡事有苦难, 只要认念观世音摩沙, 菩萨随时啊, 就使他能够远离苦恼, 得到安乐, 所以观世音, 就是赞叹他能够寻生就苦, 翻云, 翻, 就是清静的意思, 就是说明菩萨说法呀, 清静无浊, 翻是静, 翻是静的意思, 就是他说法, 阴性清静啊, 使众生如法体悟, 而由此断掉烦恼, 除去谈生思, 成就出世间的功劳, 海潮因, 这是赞叹观世音摩沙, 印记说法呀, 一定是不会有所偏差, 随情随道, 随念随应, 好像海潮, 海里海水的脏潮啊, 它有一定的时间, 到了什么时候, 还随会涨起来, 涨潮, 什么时候退潮, 这是一定的, 不会有所改变, 那么关系不在印记说法的情况, 印不是实, 凡是有所感应呢, 不会失掉该度化的众生的根基, 不会失掉这个因缘, 所以叫做, 这个海潮因, 就像海潮一样, 不会失掉这个脏潮的时间, 叫做海潮因, 就是西安宁, 出世或常住, 这是总赞叹关系不在的大悲力, 救度世间所有苦恼众生, 能够救尽力苦得乐, 安宁就是乐, 安定而宁静, 使他身心得到清净, 这是海潮因的, 这个殊胜的感应, 假如有人发心, 要断肝脑了生死, 要成就出世间的圣果, 菩萨也加倍他, 使他能够获得如法成就, 所以如果要出世间, 要证常住的功德, 就是真如自信, 要求证这个如来大妙真如信, 这个常住之灵, 菩萨也会扶持他, 使他满愿, 这道究竟成丢, 所以啊, 这是显示关系不在, 他出, 无论你要求世间的利苦得乐, 出世间的救济血脱, 样样都在满愿, 这个在前面, 关系不在的所说的这个, 耳根源通的文字里面呢, 都有提到, 这是文殊菩萨, 赞叹关系不在的求胜功德, 下文接触就说明, 耳根源通的圆通, 长三种意义, 先说圆意, 我尽其如来, 如观音所说, 一如人静居, 十方聚之谷, 十处一时闻, 十则原真实, 这先说原意, 耳根源通的原意, 现在这里所说的, 还是按照普通一般六道凡夫里面的人道众生的凡境而说, 不是指出世间圣果啊, 出世间圣果呢, 不用说了, 就在我们凡情六根, 耳根的力, 它就现在就具备这个原通上三意的,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耳根而说, 凡夫的耳根, 我今起如来, 我, 文殊菩萨自身, 现在, 我起白以尼释迦如来, 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, 如观音所说, 按照前面观世音菩萨所说, 实实在在耳门呢, 只特别殊胜, 就在凡心上, 他就具备原通常三意, 下面就一一分别, 比如, 不是比喻, 这个比如不是比喻, 是举例, 举个例子, 因为比例是由另外显示法义, 把这个比方显示法义, 现在是直接把这个道理显出来, 举出凡情就具备原通常三意的例子, 来做说明, 不是比喻, 这个比如两个字, 你不要看作比喻, 看作比喻是错误的, 因为他没有显法义啊, 因为他这个当地就是, 当地就是显示这个道理, 就是这个样子, 所以叫做挤立, 挤出这个例子来, 就是因为我们凡心的耳根, 就由这个原通常三种的意义的例子, 可以看得出呢, 人进居, 假定说, 我们没有事, 坐在一个地方安静的坐下来, 就是在房间里面也是一样, 就是在房间里面也是一样, 十方聚鸡骨, 十处一时闻, 这是原意, 十方, 东西南北, 东南西南, 东北西北, 上方, 下方, 你坐在这个地方, 十方同时叫骨, 鸡骨就是打骨了, 假如我们坐的地方, 东边有人在敲骨, 西边南边北边都有人敲骨, 还有那个四五一的角角的地方, 东南西南, 东北西北, 假如你坐在楼上的房间, 你住在二楼, 三楼是看着上方, 一楼看着下方, 三楼有人敲骨, 一楼有人敲骨, 这不就十方了吗? 十方同时敲骨, 东西南北西北上下都在敲骨, 共一个时间同时敲骨, 耳根呢, 他可以同时闻到, 你不相信不妨试试看呢? 就是叫这个十个人在十个方向, 同一个时间约定某一个时间, 把骨敲响, 同时敲, 你的耳朵是不是同时都听到了吗? 绝对不会说, 我只听东方在南方没听到, 或者是我听, 我只听西方在北方没有听到, 没有这个事情, 十方敲骨, 十方同时闻到, 这就是原意, 原就变了, 就是我们繁琴的耳朵就可以在这个十方的所有的音声同时闻到, 这就是表示圆的真实意, 圆真实, 就是圆意, 这个同时可以闻到十方的这个声音, 就是圆, 这是实实在在的, 一点也不假的, 就以我们繁琴的耳朵就可以呈现出来的, 那么以此为例, 可以知道其他五根是不如的, 其他五根, 眼根, 鼻根, 色根, 深根, 意根, 都不如, 下面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, 目非观障外, 眼睛, 前面有一点遮掌就看不到了, 哎, 你看, 我把眼睛遮起来, 这个这张纸也很薄啊, 纸外的东西我就看不到, 纸把我的视线挡住了, 前面的有东西我就看不到, 目非观障外, 障是障是遮掌, 遮住了, 哎, 哪个东西遮住了, 外是外边, 障的外边的事物, 看不到, 啊, 这个很显明的事实吗, 啊, 不管你这个遮掌距离多远, 靠近也是一样, 距离也是一样,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, 这个门外, 啊, 门如果遮住的话, 那么门外的东西你就看不到, 啊, 目非观障外, 正前方, 眼睛正对的地方, 上前看不到, 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, 那么其他的地方, 凡是有障碍, 眼睛都是看不到的, 可比亦服然, 他这个当时, 这个文字调错了, 啊, 应当是深于何方之, 啊, 然后才是可比亦服然, 看文字就可以知道了, 因为可比亦服然, 那个亦服然也是一样嘛, 也是一样, 可是不是像眼睛的, 呃, 像外物就没有办法接触, 不是这样了, 所以, 先说深于何方之, 啊, 经文已经定下来了, 我们不能改, 但是讲的时候, 我们看, 应当要了解, 应当是目非观障, 观障外, 深于何方之, 然后才是可比亦服然, 啊, 这个亦服然就是跟身一样啊, 啊, 深于何方之, 身体要接触了, 才知道我接触到什么东西, 啊, 那么口跟鼻也是一样, 口应当是舌, 舌头, 舌根啊, 直的舌根, 呃, 为什么用口呢, 不说舌鼻亦服然, 因为文字上, 在中文的念法呀, 如果用舌字读起来不调顺, 用口字比较调顺, 而且这个舌头一定是在口里面的, 在嘴巴里面的, 谁在舌头不是长在嘴巴里面呢, 难道有人舌头长在鼻子吗, 不可能的, 舌头一定是长在嘴巴里面, 所以口里面有舌头, 啊, 舌头在口里面, 所以说, 口比, 口, 口就是舌根, 鼻就是, 鼻根, 也是跟生根一样, 所以义服然, 这个义服然是说, 跟生根要何方之一样, 啊, 呃, 舌根要接触外境, 碰到了, 才会知道, 呃, 口里面的舌根也是一样, 啊, 如果你不吃东西, 舌根没有接触到吃的东西, 那味道就不知道, 啊, 那个吃的东西放在桌子上, 问你什么, 什么味道, 你虽然看得出来, 哦, 这是什么东西, 糖是甜的, 盐是咸的, 可是你不吃, 呃, 舌根没有接触, 也不知道, 他咸有多咸, 啊, 甜有多甜, 不得而知, 所以必须要接触, 舌根, 跟味成接触了, 才会知道, 呃, 所以跟生一样, 一服然, 一服然, 也是好方式, 鼻根也是啊, 一点香嘛, 橙香, 假如你没有接触到橙香的这个味道, 你不知道这个橙香是什么样的味道, 呃, 也是接触到这个香的味道, 有多香, 你才会知道, 一定要, 呃, 这个香味碰到鼻子, 呃, 就是跟跟鼻子的, 呃, 空气接触到, 知道这个是香, 呃, 所以也是一服然, 跟生根一样, 活方式, 所以, 我们读乎读经, 啊, 虽然顺着文字读, 目非观仗, 仗外, 口鼻一服然, 生一活方式, 这样读, 但是我们了解, 必定要知道, 口鼻一服然, 是在生一活方式下面的, 所以, 了解它的意义, 是应当看出, 目非观仗外, 生一活方式, 口鼻一服然, 呃, 这是说, 呃, 生, 这个, 出, 比根, 哈, 跟这个摄根, 跟生根, 都不如像而根, 那么圆满, 呃, 能够十方同时知道, 呃, 这三样, 三根呢, 它必定要接触, 而且只有一个, 不能有, 呃, 同时说, 呃, 我能接触都多几个, 呃, 那么毕竟要, 呃, 接触到才知道, 所以这比比较起来, 就不如这个, 呃, 呃, 尔根了, 心念分无序, 这是说, 一根, 一根, 它可以想了, 不会有障碍了, 无论是什么境界, 它都可以想了, 可是, 心念的妄想, 手想的东西, 纷扰, 而不能专一, 没有头绪, 乱想, 没有头绪, 呃, 所以这个心理的妄想, 跟同时, 无闻鼓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, 呃, 鼓声想了, 我可以同时听到, 心理的妄想, 虽然你可以打妄想, 但是也不可能一个时间, 同时打十个妄想, 一个时间只能打一种妄想, 想一个, 你不可能同一个时间, 想两三个事情, 如果有的话, 假想完了, 然后想意, 然后想丙, 不可能假意丙丁同时想, 这也就不如耳根了, 所以这六根当中, 耳根最深, 耳根最主持, 所以耳根才有缘意, 缘真实, 比射身跟眼睛, 耳根根, 耳根有这个原因, 所以不如, 但是说远真实, 接下来说, 通, 通真实, 各原听音响, 各原听音响, 侠耳聚口闻, 无根所不提, 事者通真实, 这是说, 耳根文声的通, 通达, 各原听音响, 响歌诸了, 例如说, 我们这个响歌诸了, 房屋歌诸了, 大殿里面, 所有的声音, 唱赞啊, 敲打啊, 我们都会听到, 围墙外, 有声音, 我们都听到, 正在选举的时候, 他们选举的, 这个宣传车子在墙外经过, 声音还比我们大, 都听到, 各种墙员, 员就是墙了, 各种墙外, 外边有音声, 有音声响, 都能听到, 所以叫做各原听音响, 响, 缘, 而, 静, 无论是静缘, 同时都能闻到, 它不会挡住你, 只要你的耳根立, 能听多远的声音, 多远都能听到, 假如你耳根很立的话, 说不定潮州的声音, 你都能听到, 我们在晚上, 晚上很静的时候啊, 我在楼上, 睡醒了, 听到潮州的火车声, 从前的火车声, 轻响,轻响,轻响, 有声音啊, 我们这个屏东的乡下人啊, 福报很大呀, 十几年前还能坐到日本时代的那个货车, 当客车的, 我们都能坐到, 那个车子我坐最多了, 因为凡是要出去上课的时候坐火车, 经常那个普通车都是哪一类东西, 都是从前日正时代的货车, 我们干货就他在啊, 我就坐了, 不晓得多少次了, 一直到民国, 五十年, 六十年, 七十年都还有, 什么时候才没有, 我不得, 不得而知了, 记不得, 也许现在还有呢, 潮州这么远, 晚上很近的时候, 火车声, 我们都能听到, 这不是侠儿最口闻吗, 近的当然闻得到啊, 侠还远的地方, 潮州不是很远吗, 可是我们都能听到了, 所以, 耳根是最通的, 五根所不齐, 五根, 头叫耳根以外的眼根, 鼻, 色, 身, 意, 都不能够跟耳根相比了, 那么, 那个吃东西, 鼻子闻香, 眼睛看, 眼睛对人虽然能看远一点, 太远你也看不清楚啊, 所以呀, 只有耳根最立, 所以, 五根不能跟他相比, 是这通证实, 这是通, 通达, 耳根最通达, 这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体验得到的, 显示这个耳根最立, 最熟悉,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, 具备远真实, 终真实, 这很显明, 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了, 我们下期到没有做好事, 我们下期到, 一会儿, 那么, 走吧, 第二会子, 我来帼大家一起到, 我来帼大家看取, 让我们下期到, 网, 我来帼大家看取, 那帧, 我来帼大家看取, 好与 linked, 另外, 我们下期到, 我们下期到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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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